大家解播一下 就是今天就是我的婚禮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就是很想要把 在劇中那個 婚紗的感覺呈現 給大家看 所以今天特別穿過婚紗來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先參與 這個感覺 好 謝謝 那現在其實我們已經進入了 台戲的階段 雨薇是第一次出演我們的舞台劇 那想問一下覺得演舞台劇最困難的點是什麼 跟演出電視電影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 我覺得每一年好像都有給自己一個挑戰的感覺 去年我是唱片新人 今年我變成舞台劇新人這樣 然後每一次這樣重新來過的感覺 其實我很緊張 我剛剛在後台 就是有點緊張到想吐了 太緊張了 因為要重新面對大家的一個新的身份 那其實我覺得相同的就是 一樣就是身為演員 但是表現的方式 會因為鏡頭 或者是會因為我沒有了鏡頭 我現在沒有了框架 我要面對的是觀眾 可是觀眾看得到我們的 面相就是這一面 所以我們要 如何用這樣子的舞台去表現給大家看 所以 演員的書中我覺得還是一樣的 就是那個內心的感動或感受還是一樣 但是表現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這是我特別要學習的 還有可能在口罩上面 然後聲音的傳遞上 這個是我現在正在努力克服的 謝謝雨薇 那因為昨夜星辰呢 他是在講述現代都會男女 面臨感情婚姻家庭的各種狀況 那想請雨薇和大家分享一下 您對於昨夜星辰的劇本 在這個劇情中最有感觸的部分是什麼 這個劇本基本上其實我只要看到 我屬於我們家的這個橋段 我就是哭到崩潰 一直都是 我不是只有看第一次劇本就有這樣的感覺 而是我每一次讀到某一些戲的時候 其實我都哭得滿慘的 那我只要看到他們家的戲的時候 我就會笑得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劇本 很就是真的很高興 因為其實要演舞台區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已經是一個性感挑戰 可是第一個舞台區就跟你拿到這麼棒的劇本 然後還有跟這麼棒的團隊 然後跟光耀哥一起 然後他這麼好的人脈 找到了這麼多很棒的演員這樣 所以我覺得非常榮幸也很開心 謝謝雨薇的分享 那除了雨薇今天穿著美麗的婚紗出席 謝謝我們記者會 開唱我們的男主角鄭群 最婚紗 沒有沒有 非常美麗的婚紗 那我們這邊請鄭竹群跟我們大家介紹一下 您是演的角色 大家好我是鄭竹群 我演的就是何仁君 然後他是一個防仲 防仲界 他是一個 因為我們可能對防仲都有一些記憶的印象 但是他是屬於比較 非常的誠懇吧 就算你覺得說他好像 講話起來可能也許有點油條 可能有點油腔滑掉之類的 但是他我覺得這裡來 他真的是蠻誠懇的一個人 所以這樣的角色我其實也沒有接觸過 所以這一次可以這樣子去演一個跟我 因為我真實個性就是一個還蠻軟爛的人 但是人君這個角色就是非常的陽光 然後非常活潑講話很快 所以我也是覺得蠻大的一個挑戰 好 謝謝 那這邊一樣想問一下鄭群對於昨夜星辰中 最有感觸的部分是什麼 其實我的感觸其實跟以為差不多 因為這個劇本其實真的蠻貼近人心的 蠻貼近我們一個人的 因為在裡面你都可以多少看到自己 看到朋友啊家人的影子在裡面 但裡面讓我感觸最深的應該是父子之間吧 因為在裡面人君跟他的爸爸其實在相處上 我真的蠻像朋友 在不管聊天啊說話什麼 那我自己現實生活跟我爸就很不像朋友 像我今天出門 他就問我要去拿 我說有一點事 我說喔好慢走 我們就是一個相敬如賓的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也希望說可以藉由這齣戲 我也可以做一些自我療癒吧 學生怎麼跟自己的父親聊天 好 謝謝 那男主角仁君呢 在劇中對初戀關愛練練不忘 那我們這邊呢 一個私心小要求能不能請正群 和我們分享一下您的初戀故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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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戀故事 就是我初戀還蠻早 就是國一的時候 真的蠻早 因為我們 我那時候念的 國中他是沒有分班的嘛 然後三年都一樣 所以我的初戀 那個時候分班 第一天就住在我的旁邊 然後我一轉頭就 愛上他 所以 所以 我念中請的部分嗎 我念中請的 在國中帶你也不知道什麼是愛 但是就是 在那當下就 就愛上了這個 然後 接下來 兩年多時間 快三年都 不敢表態 就是甚至其實全校都知道 我喜歡這個人 但我從來也沒有跟他表白 也是到快畢業的時候才跟他表白 但因為那個時候 要考高中啊什麼的 就 後來就有點不聊聊的事 但是全校都知道我曾經 阿天這個人暗戀到三年 然後這個人也是 就是 我覺得初戀 對不管誰 你在心裡 都一個蠻特別的位置 所以 大概是這個 好 謝謝我們正群的分享 那今天的記者會 真的是史無前例 我們十一位演員 排除萬難 空出時間 無論如何 一定要親臨現場 為我們的 昨夜星辰一頭的讚聲助 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大家可能都沒什麼事情 我補充一點點訊息面 輕鬆一點 我補充個訊息面 雨薇在劇中飾演的是一個 寫世俗言情小說的暢銷作家 他的未婚夫即將要嫁給的 這個對象是何仁君 是一個賣房子的仲介 是一個陽光暖散 但是有的時候有一點 有的有點袖頭袖頭 然後這兩個人本來這個在劇中 就會擦出很不一樣的火花 在我們的人物上面 規劃上面 我們希望他們在劇場上面 可以呃 呈现出非常鲜明的角色给大家看 特别是郑群 郑群我觉得他是深藏不露的 大家都不太清楚 他的这个演技的发挥在哪里 他是我们这次戏里面的喜剧担当 那有很多很多会不找痕迹 让人家发笑发虚的演出 那么雨薇的演出会非常的深刻动人 请大家拭目以待 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主持人介绍我们其他的演员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所有的演员们上台 欢迎 大家好我是有感觉的菲菲 我在昨夜行程里面饰演阿丁 大家好我是陈佑 我饰演的是小春 大家好我是英辉 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关爱 哈喽大家好我是崔一峰 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唐巴 大家好我是戴思华 大家好我是戴思华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女主角 铁威的妈妈 大家好我是刘世民 当初我要这么介绍 我是男主角的爸爸 他今天出门的时候呢 我问他你有什么事 他说有点事 哈哈哈哈 说了好 那讲话 别说出来 别说出来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黄彩宇 在剧中演的是男主角的妈妈 我是樊彩宇 在剧中演的是女主角 黄婷威的爸爸 我是芙蓉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小春的太太伊玲 好那我们自我介绍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那这是舞台剧的大前辈 那我相信邀请到这三位大前辈 导演一定是下了不少的苦心 所以我们多喝两杯酒而已 是这样的 这个小华姐是影视影视的前辈 然后这个才艺界也是我们这个金钟事后 也是一个影视的 我们两个是都有参与 都有都有参与 圣明哥都不用说了 他是真的是老前辈的 所以我还是主动的把我归在这个老一派这边 也是很有伦理的 那么我们还有很多这个非常优异的演员 我觉得我这次是说选角的这个困难 首先是女主角是我们本来就是要为她来制作这部戏 那么男主角 我真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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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度是为了你 我真的很荣誓 大家每个人脸上都是非常喜悦的 并没有不喜悦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 因为他的经纪人私底下说 我们要想办法给他压力这样子 这比我真的要结婚太紧张 真的吧 对啊 你结婚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到 都会到 你这个是透露什么喜剧吗 不知道 那男主角确实是非常非常难选 就像我讲的 他是一个非常冷调子的人在台上 但是他又是一个阳光的暖男 他常常会 这个屏历出错 他常常会讲一个冷笑话 然后让全场都全部都freeze掉 我觉得郑群现在已经在培养这种感觉了 所以他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那像我们这个三位都是好友 而且像是世民哥是我的毛卡哥 我们在一块工作相处已经是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他一不拢死的来帮我划刀演出这个正群的父亲 他是一个这个这种比较比较武版的很有威严的那种外省的那个老父亲 然后彩仪姐是那个门省的妈妈 他们是一个欧阿罕级的家庭 所以在角色的搭配上面 我们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组合还有考量 也非常谢谢彩仪姐 愿意帮忙 真的谢谢 明天分享一下 就是可以请到你这么棒的演员 开心一点啊 就这么贵的演员 然后 然后演这么少的戏 戏份不多 但是画龙点心 他在里面要负责很多很多深刻的这个部分 虽然戏不多 但是彩仪姐居然是一不如自 她说她愿意来接受这个挑战 然后她在这个戏里面还要有踢他舞的挑战 踢他舞 所以要为大家让大家耳不一心 至于小花姐啊 戴自华 因为他们家餐厅刚刚关张 歇业了 她出来天虎家又重操就业 好多好多年前 呃这个也是这个呃当家花旦啊 但是都被吸引已久 最近是因为这个熬户不过这个戏 他真的愿意来演出 他平时看非常非常多的表演艺术 看很多的舞台剧 他对人生啊 对生活对于舞台上面的艺术 他用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还有体会 那么小春是我的好哥们 他是国球老师的磕头弟子 那么在15年前 我们是同在这个舞台上啊 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个 这个呃合作都没有间断过 呃他也帮我担任我的副导演 呃非常谢谢小春弟兄 那么这个音符是我呃一年半两年以前 在他的这个公司的安排之下 呃呃我们上过表演剧练 我做他的表演老师 我真的觉得他是非常非常适合站在舞台上的一位女演员 这个剧场训练居然是从 剧他舞开始的 是有别于其他的剧场训练 啊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REX是不是 我们来秀两走给大家看 大家好 我是有感覺得菲菲 我在左翼行程裡面飾演阿丁 大家好 我是陳佑 我飾演的是小春 大家好 我是櫻谷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關愛 大家好 我是崔一峰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唐芭 大家好 我是戴子華 我在劇中飾演的是女主角 也會在你 大家好 我是劉世民 當初我要這麼介紹 我是男主角的爸爸 他今天出門的時候 我問他你有什麼事 他說有一點事 我說好 別說話 大家好 我是黃彩宇 在劇中演的是男主角的媽媽 我是凡光耀 在劇中演的是女主角黃婷威的爸爸 我是芙蓉 我在劇中飾演的是小春的太太伊玲 好 那我們自我介紹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這是舞台劇的大前輩 那我相信邀請到這三位大前輩 導演一定是下了不少的苦心 多喝兩杯酒而已 哈哈哈哈 是這樣的 小華姐是影視的前輩 然後才藝界也是我們京中侍後 也是一個影視的 我們兩個是 都有參與 都有都有都有參與 盛民哥更不用說了 他是真的是老前輩的 所以 呃 我還是主動的把我 歸在這個老女派這邊啊 也是很有倫理的 那麼 我們還有很多這個非常 優異的演員 我覺得 我這次是說選角的這個困難哈 首先是 女主角是 我們本來就是要為他 來製作這齣戲 那麼 男主角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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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部分為了你 對 我們很榮幸啊 一定很榮幸 大家每個人臉上都是非常喜悦的 並沒有不喜悦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說 因為他的經紀人私底下說 我們要想辦法給他壓力這樣子 哈哈 這比我真的要集會太緊張 真的嗎 對啊 你結婚的時候我們一定都會到 都會到 哈哈哈哈 這個是透露什麼喜劇嗎 不知道 那男主角確實是非常非常難選 就像我講的 他是一個非常冷調子的人在台上 但是他又是一個陽光的暖男 他常常會 就頻率出錯 他常常會講一個冷笑話 然後讓全場都全部都freeze 我覺得 鄭群現在已經在培養這種感覺了 所以他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那像我們這個三位都是好友 而且像是世民哥是我的王大哥 我們在一塊工作 相處已經是非常非常長的一段時間了 他一不容辭來幫我花刀演出 這個鄭群的父親 他是一個這個 這種 比較 比較無版的 很有威嚴的那種 外省的那個老父親 然後 然後 彩衣姐是那個本省的媽媽 他們是一個偶阿韓級的家庭 所以在角色的搭配上面 我們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組合還有考量 也非常謝謝彩衣姐 願意幫忙 真的謝謝 很榮幸 你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可以請到你這麼棒的演員 開心一點 就這麼貴的演員 然後 他演這麼少的戲 戲份不多 但是畫龍點心 他在裡面要負責很多很多深刻的這個部分 雖然戲不多 但是彩衣姐居然是一不容辭 他說他願意來接受這個挑戰 然後他在這個戲裡面 還要有踢他舞的挑戰 踢他舞 踢他舞 所以要讓大家耳目一心 至於小華姐啊 戴字華 因為他們家餐廳剛剛關章 歇業了 他出來天虎加油 重操就業 他好多好多年前 這個也是這個 當家花旦 但是做了喜意已久 最近是因為這個熬舞過這個戲 他真的願意來演出 他平時看非常非常多的表演藝術 看很多的舞台劇 他對人生 對生活 對於舞台上面的藝術 他有他自己獨到的見解 還有體會 那麼小春是我的好哥們 他是國球老師的磕頭弟子 那麼在15年前 我們是同在這個舞台上 一直到今天 我們這個合作都沒有間斷過 他也幫我擔任我的副導演 非常謝謝小春弟兄 那麼這個櫻圖是我一年半兩年以前 在他的這個公司的安排之下 有我們上過表演劇面 我做他的表演老師 我真的覺得他是非常非常適合 站在舞台上的一位女演員 他的表現非常非常的優異 我相信他今天站在舞台上 很可能會跌破大家的眼睛 跟平時看到他出現在影視方面的表演 是截然不同的 他是一個非常有表現力的女演員 我們非常期待音樂的表現 再來是我的 我們也是哥倫阿老弟 他是陳佑 陳佑是在台灣踢他舞界 也是屬於佼佼者 他是REX老師 我們這一次的劇場訓練 居然是從踢他舞開始的 是有名於其他的劇場訓練